有你并不孤单的还在长治乡中央广播电台的物台乡亲 现在还住在这里等待回家的日子 慈禧志工也持续在这里陪伴 每天提供了书籍还有心灵的辅导以及物资等等 在现场志工发现了这位小小朋友 他今年才十岁就读国小四年级 他的名字很特别叫做布尔辛 他每天都会到服务站帮忙发送便当 小朋友利用服务他人来忘却自己心中的恐惧 一 二 三 四 认真的表情仔细数着筷子 十岁的布尔辛就住在央广的安置中心 每天自动到慈禧服务站报到 当起小小志工他可一点都不马虎 你几年级的啊 四年级 住什么国家 四年级 舞台国小 你也是住舞台 知道受灾相亲心中的苦 暂时居住的安置所仍然有许多需要协助的地方 慈禧人进驻央广设立了服务站 从打扫到布置 大家同心协力 有志一同 就是希望提供相亲最及时的帮助 假如您需要书籍 要看书籍图书 图书 看电视 个案的服务 心灵的交流 像是这一位受灾妇女 谈起小婴儿喝奶的不方便 仍然忍不住心酸 不舍相亲遭逢风灾 协助他们安生安心慈禧人永远都在 让舞台乡民说出了信中的感恩 反显你们的爱心蛮大的 要不是你们那我们舞台乡怎么办 受得要在那那么严重啊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庄立民 吴世忠 屏东报导 大爱新闻